现在的歌手真是扎堆的想考进博克力音乐学院 让人不免好奇 博克力出来的歌手到底什么水平 说起博克力的优秀毕业生 纳菲刘宪华和王力宏这两位音乐才子莫属了 他们其中一个获得全额奖学金 一个拿到博士学位 天赋与努力同在的他们更是从来不缺少代表作 近几年博克力也不乏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们纷纷展露头角 这其中国内最为出名的还得是欧阳娜娜和王源这对姐弟了 最近作曲编曲专业的欧阳娜娜还出了新歌 话说上学后的她更像是个时尚博主 拿得出手的还得是大提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伯克力再读的王源在跨年舞台上一人一乐队的表演形式新颖 让人眼前一亮 可谁承想却被网友吐槽 直接把收视率砸出个大坑 其实说到伯克力 我国著名音乐家顾家辉先生 更是早在1962年就毕业于此 她写下了沧海一声校上海滩等多首快智人口的代表作 被视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殿堂籍人物 浪班浪流 万里涂涂江水永不悠 涂尽念世间事 昂作涂涂一片潮流 看来同样是云校毕业也有着实力的参差啊 那就一起来提名你心目中的伯克力优等生吧 我们下期见